上世纪60年代的台湾 有这么一个地方叫军中乐园 其实就是军中的妓院 60年代末 在这个军中乐园发生了一段 令人难以忘怀的往事 1949年 蒋介石带着残余部队逃到台湾 随后便发布征兵令 妄图反攻打落 1969年 一批新兵入住到台湾的金门岛 小宝就是其中之人 因为身体素质好 小宝被选入军中最精锐的 两栖作战部队 准备成为王牌特战队的一员 负责训练新兵的是教官老张 他是军队里出了名的魔鬼教官 常常对新兵们进行严酷的训练 因为生性怕水 小宝这个菜鸟在训练中 总是拖队友们的后腿 最终惨遭退训 因缘巧合 小宝被分配到了 素有军中乐园之称的 特约茶室工作 所谓的特约茶室 其实就是供军人们 排遣生理需求的地方 被军人们称为831 也就是俗称的军中妓院 这里住着二十几号军纪 每天无数军人往返于此 但妓女在这里不叫妓女 叫适应生 军人们看墙上的适应生照片 选号码 随后买票入房 一张票不贵 就几块钱 一次可以和适应生缠绵个15分钟 超过15分钟就要补票 选了同一个适应生 但还没轮到自己 就要在门口排队等着 小宝的工作就是负责做记录 和收钱找钱 可831的这群疯尘女人也不好惹 因为僧多肉少 适应生之间常常有竞争 有的适应生门前 队伍排成长龙 有的适应生门前 却格外冷清 为此还常常伴嘴甚至打架 小宝就经常需要拉架 然后两头讨好 可不管怎样 比起前线残酷的训练 这份工作总算是舒服多了 这天小宝发现 曾经的魔鬼教练老张 竟然也来了831 更让小宝意外的是 看上去严肃冷阔老张 却是个十分专情的男人 每次来这里 都只找8号适应生阿娇 老叔人一见面 老张便请小宝吃起了饺子 说到饺子 老张便想起了往事 他不是台湾本地人 老家是山东的 当年老张是个 在农村放牛的穷小子 父亲早逝 他和娘亲相依为命 娘亲非常疼爱这个独子 常常给他那黑帮白底的布鞋 量子好极了 老张总是舍不得穿 这天老张夏天干活时 远远地望见家里的吹烟 心想娘亲一定给他做什么好吃的了 可他没有想到 他的一生就在这天彻底改变 老张准备将新鞋在穿上 回家好好吃一顿 却刚好遇见了国民党的一支军队 领头的直接将老张拉进队伍 老张都还没来得及 和娘亲说一声告别 身后只有不断扬起的吹烟 老张甚至没有吃上一顿 娘亲为他送的饺子 这一别就是有别 自此以后 老张被迫加入了国民党军队 之后来到台湾 二十余年没有和娘亲联系过 陷入回忆的老张拼命忍住眼泪 这么多年来 他不是不想回家 而是没有办法回家 这些年来很多东西都变了 可他那一口山东的口音 却始终没变 记忆中老家的吹烟越飘越远 娘亲的身影也越来越模糊 老张只能对着空旷的大海大喊 娘俺想你 可回应他的只有生生不息的海浪 老张这个操汉子终于忍不住 落下泪来 他对着海浪一遍遍的痛骂脏话 小宝也跟着老张骂了起来 这是他们唯一可以宣信的方式 只是在时代的浪潮面前 他们的叫喊是如此的无力 这之后 小宝常常和老张深夜去海边喝酒聊天 也算成了知性的朋友 老张不识字 小宝便帮老张写了一封给娘亲的信 信上说自己一切都好 要娘亲保重身体 老张只是苦笑 写了有什么用 娘亲又看不到 因为一旦被抓到四次寄信去大陆 就要遭到军阀处置 小宝安慰老张 他父亲有关系 可以托人帮他寄信回家 老张叹了一口气 要小宝在信上加上一句 二十多年未尽的孝道 也不知何时才能报还 只愿娘亲在老家健康平安 有了老张的陪伴 小宝也渐渐不再孤单 虽然在831工作 可小宝却对这里的适应生们 紧而远之 他有一个在老家的女朋友 还承诺一定会为这个未来老婆守真 适应生其实都是穷苦人家的孩子 为了逃一口饭吃 才不得已干了这行 但这里面也有个例外 7号妮妮就是个特例 831有个规定 每个适应生每天必须做完十张票 但妮妮每天只接待一个客人 剩下9张票自己掏腰包补齐 同僚告诉小宝 那是因为妮妮是富家之女 家里后台硬 小宝有些不懂 既然家里有钱 为什么还要出来干这个 可当她第一次见到妮妮 瞬间便被妮妮的风情万种吸引 小宝住在阁楼 妮妮就住在她的楼下 小宝常常被妮妮弹唱的歌声吸引 这天晚上 妮妮找小宝帮自己换灯包 小宝提起妮妮唱那首歌 妮妮便主动教小宝弹唱 第一次和女人听得这么近 小宝既害羞又紧张 一首歌曲弹唱下来 小宝和妮妮的关系也被拉近 此后小宝常常和妮妮深夜聊天 小宝性格可爱 总能把妮妮逗笑 831的适应生们 每个月有固定的时间 可以去镇上玩耍 小宝作为售票员 需要陪着一起 但上级有规定 小宝必须和妮妮靠在一起 并且时刻盯着她 不能让她跑了 原因是妮妮是受刑人 因此是自愿来831换取剪刑处理的 小宝还想问更多 上级却不愿多说 很快小宝便带着831的适应生们 来到镇上 姑娘们逛商店 躺头发 试衣服 这也是他们唯一的短暂快乐 可妮妮的脸上 却看不出开心的情绪 在借口邀上厕所 让小宝解开了手套 却迟迟回来 小宝心急寻找 却发现妮妮原来是躲在巷子里打电话 小宝没有打扰 只是静静的在一边等着 妮妮哽咽着和电话纳头的人说话 听说话内容 似乎是打给自己的孩子 小宝这才发现 她对妮妮根本一无所知 还是阿娇偷偷告诉小宝 妮妮杀了自己的丈夫 小宝皱着眉 望着妮妮在海边缠入的背影 或许妮并不像自己以为的那般美好 这之后 小宝刻意回避妮妮 也不再去妮妮房间里聊天说话 妮妮知道 小宝心里有许多疑惑 终于找小宝把话说开 原来她的丈夫有暴力倾向 动不动就打她 有一次她实在忍不下去了 又放火烧死了丈夫 为了能早日和儿子见面 她便主动来831做军纪 以此来争取减刑 那天她的确是在给儿子打电话 她在831什么都能忍受 唯独无法忍受对孩子的思念 小宝这才知道 妮妮的心里压着多重的负担 几天后的深夜 昙花盛开 小宝不顾宵 拉着妮妮一路穿越田野 成群的萤火虫在夜色中飞无闪亮 妮妮和小宝从未如此开心过 可当他们停在脚步时 昙花已经泄了 妮妮不管不顾 在小宝的额上腻下一个吻 那夜月很暗 风很清 淡淡的情愫 在小宝和妮妮之间悄然散开 小宝在831的生活 因为老张和妮妮渐渐不在乎姐 除了老张以外 小宝在军中还有个好朋友阿兴 阿兴和小宝同期参军 被分配到了物资补给部门 原本是个轻松的单位 可因为要随时准备给前线提供物资 阿兴他们每天都要驻守在 有石油岸的坑道里 阿兴没有一件衣服是干的 身上还常常出疹子 这不算什么 人人也就过去了 可部门的学长有事没事就整阿兴 常常半夜忽然叫醒阿兴 让他做几百个俯卧撑等等 阿兴只能忍耐 这些事阿兴也只敢对小宝说 可小宝也不过是个普通的士兵 面对好朋友受苦 小宝也只有劝他再忍忍 只要退伍了就好了 阿兴喜欢18号适应生莎莎 可莎莎也是个苦命人 除了每天接客之外 还时不时的就要受到士兵们无理的毒打 看着被打得遍体鳞伤的莎莎 阿兴既心痛又自责 这天晚上学长又来欺负阿兴 还要阿兴一个人把坑道咧水全部咬干 这次阿兴没有乖乖听话 只是一脸倔强的看着学长 最后的结果就是被学长狠狠揍了一顿 还被命令独自站岗首页 漆黑湿冷的坑道神不见底 只有遥远的尽头有一缕刺眼的光亮 阿兴下定决心要逃跑 他要带莎莎一起走 很快阿兴假装进831消遣 却暗暗帮莎莎剃光头发 看着莎莎的发丝一缕缕被剪下 阿兴难受的哭了 可他没办法 完事后阿兴将莎莎伪装成军人的样子 最后两人趁着夜色偷偷潜入海里 就算是靠游泳 他们也要逃离这个让人痛不欲生的地方 很快阿兴带着莎莎逃跑的事被军队发现了 上面派人在海边搜捕 最终什么也没有发现 831的适应声中有人哭了 也许是伤感和姐妹的离别 也许是哀叹自己的命运 只有小宝始终沉默 不知道阿兴和莎莎是否已经平安游过了海峡 这阵喧闹过后 一切仿佛都没有变 大家也不再谈论阿兴和莎莎逃跑之事 只是在831的浴室门口 小宝只剩自己一个人独自喝着饮料 831还是老样子 老张也还常来这里 还是只光顾8号适应声阿娇 这次老张还送了一枚戒指给阿娇 他对阿娇承诺 自己一定会娶她的 阿娇看上去十分欢喜 可转眼间便要投入别的士兵怀抱 阿娇是831中生意最好的适应声 外表楚楚可怜 说话惹人怜爱 总是有许多士兵送给他各种首饰 甚至现金 阿娇将这些都存进了八一盒里 那是他离开这里的本钱 小宝有些为老张打抱不平 老张真心对阿娇 阿娇怎么能把老张当猴子耍 阿娇笑了 他把老张当猴子耍 那他们这些男人又把他当什么呢 花几块钱就要到他的身子 难道他就天生下贱吗 难道他就不配得到几个戒指 几条项链吗 都说爱他 都说要娶他 真的爱他的话 就扛着轿子来啊 这些男人有哪个会娶一个妓女 这些句句追心的质问 让小宝哑口无言 他只能仓皇逃离 一直以来他都觉得老张可怜 可他又何尝替这些适应生的姑娘们想过 阿娇独自在房里 将八音盒里的首饰 一件件戴在手上 可不知为何 带着带着 阿娇忽然就哭了 都说妓女无情 可现实不是更加无情吗 这之后 阿娇意外怀孕 老张便轰走了 排在阿娇门前的所有士兵 还宣称阿娇以后不会再接客了 为了照顾怀孕的阿娇 老张还特地给阿娇和所有八三妖的适应生们包了饺子 老张美滋滋地望着阿娇 阿娇冲着老张甜美地笑了 只是老张没有发现 那副甜美笑容下隐藏的悲伤 没过多久 老张的一个同乡要娶亲 同乡拜托老张和自己一起迎亲 在同乡的婚礼上 老张穿着一件别着大红花的西服 整张脸喜气洋洋 仿佛他才是今天婚礼的主角 看着娶亲的同乡 老张想到了心爱的阿娇 他一心期盼着把阿娇取进门 然后带他回家 和自己一起为娘亲尽孝道 几天后老张将小宝叫来 他已经决定申请退伍 然后跟司令官借笔钱取阿娇 老张要小宝帮自己给司令官写个借钱的自觉 想起阿娇前些天说的话 小宝满脸担心 也许阿娇跟老张并不适合 看着一脸担忧的小宝 老张反而要他放松 结婚是喜事 叫他替自己开心 小宝只能强颜欢笑 可没过几天 阿娇又坚持出来要接客 原来他根本就没有怀孕 看着左右逢圆的阿娇 小宝不知该说什么 他只是不希望老张受伤害 几日后老张带着小宝去看演出 婚期将近 老张整个人都很兴奋 还兴致勃勃地告诉小宝 司令官是个好人 很痛快就借了他取亲的钱 听到这里 小宝终于忍不住 说出了阿娇没有怀孕的事实 老张的脸瞬间垮了 看着老张离去的悲伤背影 小宝隐隐觉得有些不安 来到831后 老张掏出一叠钞票给阿娇 屁里他都张罗到了 承诺娶阿娇的话不是假的 他就问阿娇一句话 对他是不是真心的 阿娇苦笑着 他想赚钱离开这里是真的 他想要嫁人也是真的 可如果嫁给老张 只要看到老张这张脸 就会每天提醒他自己做过妓女 老张还不罢休 他要得到明确答案 阿娇究竟是不是真心带他的 阿娇还是没有回答 什么把他带回家 孝敬娘亲简直可笑 醒醒吧 这辈子他都没办法回到老家了 也永远都别再想见到娘亲了 老张恼了 冲动之下狠狠掐住了阿娇的脖子 直到阿娇倒下 老张这才意识到 自己是真的再也回不去了 老张哽咽般的哭了出来 眼前似乎浮现了阿娇 跟自己回到老家的模样 可惜这注定是个破碎的梦 等小宝回来时老张已经被士兵带走 8号房间里只剩下阿娇冰冷的尸体 这之后老张的同僚将他的私人物品交给了小宝 里面就有那封小宝帮老张写给娘亲的信 小宝一边落泪一边将这些东西全都烧掉 包括那封信 还有那双老张一直不舍得穿的黑帮白底布鞋 小宝自责万分 他根本就没有认识的关系给帮老张寄信 如果不是他给了老张希望 老张也许不会心存幻想 想要娶阿娇回老家 灰暗的夜色中 小宝哭得撕心裂肺 只有不断燃烧的火炉 无声地回应着他 在伤感与平淡交叠的日子中 时间悄然流逝 台湾当局的一次庆典后 妮妮获得特赦 时隔多年 她终于可以回家了 小宝心生不舍 这一别或许就是永别 深夜 小宝来到妮妮的房间 两人喝着最后的离别苦酒 伤心的情绪蔓延开来 彼此内心的情愫 再也无法抑制 相拥着展开了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缠绵 一日 妮妮离开了831 小宝只是远远地望着他 他们注定相识相聚 也注定天涯末路 妮妮 老张 阿星 对小宝重要的人 珍惜的人全都离开了 831只剩下小宝和那群 没什么变化的适应生们 几年过后 小宝成了学长 831又来了一个菜鸟学弟 就和小宝当初一样直男 原本是妮妮住的七号房 又新来了一个适应生 仿佛是一场又一场 无尽的循环 而如今的小宝 渐渐学会了抽烟 打牌 也不再为未来的老婆 守身如玉 只是偶尔会抱着妮妮 留给她的吉他 独次弹唱既俗气 又悲伤的歌 一天适应生的大姐大 忽然落红 最后平安生下一个孩子 看着这个咕咕追地的小生命 小宝内心萌生出一丝希望 不久后小宝顺利退伍 在831那群姑娘们的道别下 小宝离开了 这个遍布着钢丝网的军中乐园 这部电影有着特殊的时代背景 1951年 台湾当局为解决十万大军的生理需求 成立军中特约茶室 俗称为831 1990年 两岸关系缓和 台湾兵力精简 立法院质询831违反妇女人权 撤裁特约茶室 831这个曾经的军中乐园 最终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导演本人声称 这部电影是对那个荒谬时代的凝视 军中乐园依时代而生 适应生的命运依时代而起 只是军中乐园哪里是什么乐园 分明是禁锢人的牢运 每个人都想着逃离 却又不得不留在那里 没有人是真正快乐的 老张这个来自大陆老兵 承载着台湾的外省人 遭受命运玩弄的苦涩与无奈 阿娇这个努力接待的适应生 背负着无数军纪苦苦挣扎的现实 和想要逃离的梦想 相比之下 小宝更多的是一个时代的旁观者 亲身感受着每个人的困境 也亲身经历着一整个时代的荒诞 以至于从最初的不安世事 到最后的云淡风轻 离开这片乐园之际 小宝终于明白 无论是人生的因缘忌讳 还是时代的暗潮起伏 又或者是战争与和平 他们这些小人物从来都没得选择 每个人都身不由己地踏入时代的巨浪 他们所能做的只是适应这一切 然后活下来 生命就是一条无法回头的河流 不管命运如何捉弄 不管生活如何卑微 日子总要继续下去 电影结束 好了 请要到这里了 欢迎点赞 留言 关注米中 每天定时打卡 米中观影 一整天嘴角小弯弯哟 拜拜